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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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看看 婆婆 这张身份证是怎么回事啊 那天一个小姑娘 因为买沈伟业 钱不够 就押了身份证在这里 你认识她吗 她是我们店的帮厨 原来小姑娘 那个参加厨师考核的朋友 就是你啊 她为了抢救你的沈伟业呀 还出了车祸呢 天爷 你怎么还在这儿 这给你 怎么在你这儿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就算着急帮我买沈伟业 也要自己注意安全 草知道这样 我还不如明年再跑 没事 一点都不疼 我还不疼 其实都是我的错 把材料做坏了还骂你 不过身材 我真的很想谢谢你 我请你吃饭吧 好啊 恭喜田野生大主厨了 干杯 干杯 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开心啊 当然开心了 你爸妈有你这么个会做菜的儿子 肯定更开心吧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爸 其实并不支持我做厨师这一行 为什么 我知道她有她的考虑 不过 面对真正喜欢的事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换我我也是这样的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我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 然后有自己的梦想 并且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身边的人都幸福起来 盛菜 我觉得我们很像 也特别有缘 我们很像 你是说 我们都一样姐姐 一样能吃苦耐劳对吧 我们都是在生活中 和现实对抗的人 我很希望能像你一样勇敢 你啊 一定行的 好了 我家就在前面了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 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 那 山菜 不论以后发生什么事 我都希望我做菜的时候 你可以陪在我身边 我不就是你的帮厨吗 你放心 我是不会轻易跳槽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她是想说 她想让你当她的女朋友 还不是苦命的帮助 道明寺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在伦敦吗 因为我在伦敦 所以你就跟这个骗子约会 你瞎说什么呢 什么骗子 她从头到尾都在骗你 田氏华人医药的继承人 怎么在这里装穷 打林工啊 怎么可能 很显然她没有说实话 连诚实都做不到 还想让你当她女朋友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不是我误会 是你被骗了 天忆 上面那个真的是你吗 神才 你听我说 你明明家境富裕 还跟我说什么 我们都是要在生活中 跟现实对抗的人 你把我当傻子 不是的 神才 我是指我要去 跟我的家庭对抗 我很尊重你这个工作伙伴 其实 你根不跟我说实话 都没关系 我就是觉得 你根本没把我当真正的朋友 不是的 神才 你听我解释 你很烦啊 山菜 山菜 你是复读机啊 宝贝 我先回去了 你这个笨蛋 我一不在 你就很容易被男人骗 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 我天生就这样 怎么样 所以才说你蠢呢 我蠢 你少自以为是了 你以为你自己有多聪明 刚才要不是我在 说不定你就被那个家伙给骗了 好 就算我容易被人骗 那也是我的事情 你可以不要理我吗 不可以 什么叫就算你被骗也是你自己的事情啊 不然呢 你不是都已经去伦敦打算永远都不回来了吗 现在是要怎么样啊 我想念祖国 想念朋友 想念家乡 不行啊 刀明寺同学你来啦 我跟我们山菜爷很想念你啊 谁想念他啦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不是你开门让我进来的吗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人家刀明寺同学想来就可以来啊 刀明寺同学欢迎欢迎啊 好久不见你了 伯母你好 你说孩子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我刚从伦敦回来 时差还没倒过来 伦敦 我那么远的地方回来 那肯定难受啊 快快快 过来先坐一下 坐一下啊 坐这儿休息一会儿啊 你个臭丫头 你在那愣着干嘛呀 你不知道给人倒杯水 你切点水果行不行啊 阿姨去给你找个风油鸡抹一抹啊 你先坐这儿休息一下啊 咱们吃一样 哦 原来是出国了 这儿我可就放心了 我还以为你跟我们山菜闹别扭了呢 你们俩没事吧 妈 你说什么呢 行行行 你们俩私事我不问了 那我问点别的哈 道明寺同学 你喜欢什么专业啊 老婆 你问那么多干吗呀 我干吗不能问啊 人家道明寺同学 好不容易来我们家一次 你去伦敦干吗了 就走走 走走 那都去哪走走啊 家里 姐 家里 老婆 时间都这么晚了 我看道明寺同学 一直在打哈欠 说不定很想休息了 你是不是困了 想休息了是吗 恨不得马上有一张床 就可以趴下 那就在我们家睡好了 好 你 滚开了 你的床在那边 过去 你为什么要睡在我的房间 因为你要照顾我 我 我要是半夜想喝水了怎么办 我又不是你们家保姆 笑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爸的腿太短 那你把他当成气氛酷穿不就好了 没办法 只好委屈一下帅气的我了 我想山菜真正喜欢的人 是你 喂 山菜 喂 你要干嘛 我警告你啊 我爸妈就住在隔壁 最好不要动什么歪脑筋 拜托啊 我还怕你对我动什么歪脑筋了 哎 我要是不回来 你知道田野那小子套路有多深吗 你不会是为了戳穿田野专门回来的吧 哪有啊 我哪有那么无聊 你们今天是约会了吗 你们今天是约会了吗 你怎么比我妈还八华 还是说你们已经牵手了 还是说已经接吻了 没有 真的假的 不信就算 这几天过得还好吗 这几天过得还好吗 我不在 你有什么想法 什么什么想法 是觉得很清闲哪 还是有点寂寞 算了 我才不在乎你什么想法 我去了 好 晚安 怎么 我 送 demasiado 很多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出去啊 关门 那不是当梅子吗 还真是他啊 他不是在伦敦吗 你不是去伦敦了吗 我请几天假需要跟你打招呼吗 再说了 我怕那个笨蛋离不开我 所以我就回来了 谁离不开你啊 昨天晚上我跟山泽睡一起 什么 你跟山泽一起睡 不是了 昨天我妈非让她留在我家 阿姨都同意了 你们这进宅也太快了吧 李正 我们走 赵岳 到 刘伯贞 到 金棉桥 到 金棉桥 张池 到 陈清禾 清禾 陈清禾没有到吗 清禾 杨阳 到 老师叫你呢 你干嘛呢 李深 到 赵博文 到 黄孟田 到 黄孟田 张亚文 到 喂 西门 你们三个去哪了 阿四 我们来伦敦看你了 我们刚下飞机 你在哪里啊 什么 我回上海了 你们给我回来 不行啊 为了你 我们在伦敦办了入学手续 学费都交了 我不管 你们现在给我回来 不行 累说你不跟他讲话 他就不回来了 谁说我不跟他讲话了 我现在有一大堆话跟他讲 你叫累给我回来 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们整我啊 你们整我啊 所以你要跟我说哪件事情啊 累 之前的事情 哪一件事情啊 就是蜘蛛侠的事情 我不会介意的 不过 你好像还欠我一句正式的道歉 阿四 我拿你当最好的兄弟 但这件事情 你真的要跟累道歉啊 我要拍下到明寺道歉的这些历史性时刻啊 走开啊 累 蜘蛛侠的事情 和之前我把你赶走的事情 都是我的不对 我郑重向你道歉 学功啊 你这是干嘛 我又没有去世 这个画面太珍贵了 等一下 我要把它发到朋友圈 一定会好 一定会 你敢 照照照照 我要向你正常的道歉 好 别太过分啊 别太过分啊 来 我杀啊 我杀啊 不不帅 新和 你干嘛呀 不好好上课 一整天都在放空 我到底哪比不上道明寺啊 原来山菜爸妈还说我跟山菜是天生一对 加在一块就是营养美味的新菜组合 怎么突然间任别人当女去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没有电的充电宝 破洞的氢气球 干枯的仙人掌 我的世界一变黑暗 我快死掉了 我快死掉了 你知道你哪里比不上道明寺吗 就是你这副药死不活的样子 没错 不能让道明寺看见我这副药 山菜还没见人 我还没失败呢 今天田教授讲的课程我特别喜欢 没错你呢 你是说对员工宽容 是最不负责任的企业这个课题吗 对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如果一个企业要进步的话 必须要对员工严格一点 我觉得见仁见智 只要达成共同目的 员工就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那你觉得呢 我 我觉得是创意 只有创意是无可取代的 阿斯尼呢 我 决心呢 说什么都没有 一旦下定决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坚持到底 你说的是你的感情吧 都一样了 我姐 我姐电话 快快快快 我来我来 我喜欢庄姐 我来我来 我喜欢庄姐 嗨 庄姐 你好 叫我爹来说话 她说她不在 不要闹了 我知道她在旁边家跟我来说话 没有啊 她真的不在 还是 你有什么要转告的 你可以先跟我啊 或者雷 嗨 或者西门 哈喽 庄姐 是 好 你可不让她说话是不是 那我就唱歌了哦 谢谢最美的女人 就叫做刀明珠 阿斯突然出现了 那我们先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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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嗨 姐 你这家伙子 你这家伙是活的不在乎的是不是 一定要我飞过去别野吗 既然疼我所闻的把我小孩 你说我妈有多生气 好了 对不起嘛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干嘛戏成这样 逼我爱什么戏啊 我是担心你 担心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一个人回来这种事情 有什么好担心的 再说了 爸 我送你回来上课吧 好了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挺好喽 先伸呼吸三遍 来 你今年生日妈会回上海 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你那个山菜 你打算怎么办 你应该知道妈不会喜欢她的 那你说 妈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像藤堂尽量度的 像我这样的 那是怎么样嘛 气质高雅多彩多艺 上了大场面可以光芒四射 回到家又是温柔行数 有礼貌 你是不是开始 应该想一想 我们要怎么办了吧 阿四 你在忙什么 都年底了 我们不是约好了 要一起训练 明年的亚运乔牌的比赛吗 等一下 马上 忙什么呢 我在找可以改造山菜的东西 改造山菜 干嘛改造山菜啊 因为我要把它变成 可以和我匹配的女人 你们配起来 不是一直都刚刚好的吗 你们配起来 不是一直都刚刚好的吗 我来吧 我来吧 所以 HU saint菜 是从 And as always 不犀你在 Southeast 你还在生我的妻 但我真的没有想要去骗你 天师华人药业确实是我家的企业 我以为这对你来说不重要 因为我还是我 我没有事先对你说这些 因为我不想在工作的地方被特殊对待 我想用最自然的方式和大家交朋友 使我反应过度了 谢谢你把这一切都坦诚的告诉我 那身材你不生我的气了吗 爸妈 家里这是怎么了 妈 你哭什么呀 去问你爸 做错事情了还会来发脾气 爸 到底怎么了 你爸 赔了一百万 一百万 他看一个投资赚钱 就把公司的钱投进去了 结果全赔了 现在马上要把钱给人家还回去 爸 这是不是真的 你说话呀你 陈赛 爸爸一直鬼迷心窍 我不该贪心 想要一夜报复 爸 你怎么能这样呢 老婆 对不起 我只是想让你有机会穿更好的衣服 住更大的棚子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更快乐 妈 你什么也别说 我们绿昏吧 妈 董大年 你真的太让我伤心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就算有钱了 我也不愿意让你给我买什么好的房子车子 我爱的是你这个人 因为你对人好 你对人真诚 你有责任心 可是你今天为了这么一点利益 你做了这么大的措施 我要跟你离婚 妈 你先冷静一点 老婆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陈赛 陈赛 爸爸错了 爸爸对不起你们 老婆 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 你要是实在想离婚 那就离吧 爸 谁要跟你离婚 谁要跟你离婚啊 只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犯了好不好 不会了 我发现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懂了 不会了 可是现在怎么办啊 要给公司还这么多的钱 咱们家凑起来也就一二十万 现在怎么办啊 别急别急 我想办法 想办法 我不想办法 還是别急 吗 我都快晚了 我都快不允论你 我都快了 发生什么事了 道明斯同学 你叔叔实在太丢脸了 让你见笑了 妈 你别说了 道明斯 你先回去 我们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这卡里有一百万 密码是六个零 你们先拿去救急用吧 干什么 我怎么可能收你们家的钱 爸 妈 不能收啊 为什么不能收 这钱是我自己做金融交易 自己的能力挣的 现在把钱借给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想占你的便宜 你就先拿着啊 等你有钱了再还给我 要不然你爸怎么办 这种事情可能要坐牢的 你知道吗 拿着 拿着 东西同学 这 这次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那我要怎么把钱还给你啊 明天放学 你来我就找我 好吗 什么 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见 那伯父伯母 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早点休息 到明寺 什么呢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刀明寺 谢谢你啊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还你 但是我会想办法慢慢攒钱还清的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快点还清 你想干嘛 你猜猜看 我警告你啊 我是宁远吃痛鞋也不会怎么样的 有个比赛 冠军可以有一百万奖金 一百万 怎么可能 好啊 不愿意参加就算了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还我钱吧 好啊 等等 什么比赛啊 给我看一下嘛 什么比赛 就这个比赛 你让我再看一下嘛 没机会了 看一下 再给我看一下 中华料理校园厨艺大赛 将中华文化精髓融合 创造新的美食精神 好像很有难度 不过挺有趣的 可以试一下 愿意参加比赛了吗 你 可以拿奖金又可以学习 我尽力吧 这才是我认识的董珊猜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的话我先走了 等一下 那我的利息呢 利息 废话 借钱当然有利息了 要多少啊 干嘛 利息 就是在我脸上亲一个 你这人讲不讲成仙啊 你根本不就来 什么 你今天想让生菜聚参加那个中华料理 校园厨艺大赛 你妈赞助的那个比赛 没错 阿四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了 灵感来自于我姐 还有记 可是这个比赛三年才比一次 想要获奖的话 要有特别高到料理水平 而且参加比赛还需要名厨推荐 山菜应该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吧 找个名厨 先考验一下他 有这么难吗 所以你想借由这次机会 来锻炼山菜 借这个机会 同时让山菜变得更加的优秀 也让我妈认可山菜 这不是一件双雕吗 嗯 不错的想法 话是这么说 到时候竞争那么激烈 你不怕出丑吗 对山菜来说 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你们根本不知道 她到底有多彪悍 山菜那个女孩 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不过阿四 比赛只剩半个月 这儿来得起吗 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 喂 对 我是山菜 请问您是哪位 庄姐 老姐 我真懂 有一个傻弟弟 死球活球 非要回来帮你去培训 所以 庄姐你特意为了我才回来的 是啊 怎么样 比赛准备得如何了 我还不知道 从何下手 感觉根本就不会成功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那种 还没有参加比赛 就觉得自己不会赢的人 这种人 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不过 名师出高徒 也有这么厉害的人教你 只要你不是太差 夺冠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姐会尽量帮你的 谢谢张姐 好 先让我知道一下 你的厨艺基础 你的哪首菜是什么 我会糖醋排骨 还有呢 锅宝鸡丁 豆干肉丝 开阳白菜 豌豆虾仁 西红柿炒蛋 白猪蟹丸 这些谁不会啊 应该很多人不会吧 你要知道 你现在参加的是 国际型的中华料理大赛 不是亲戚们在社区里 比拿手菜 那我岂不是输定了 不不不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要赢的这个比赛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失败 失败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当年是以什么夺冠的吗 是什么 董小婉之神资焉发 窑窍禅娟 冠香董堂金色 香甜诱惑 听起来好厉害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 笨蛋 就是南瓜饼嘛 啊 南瓜饼啊 没错 有多小碗 笨蛋 董小碗是一个女人 不是一个碗 那你为什么会想做这个东西啊 当然是有原因的 是不是要跟你打下 要你管 臭小子 哪有钱我管定你呢 身为姐姐的我 因为没有爸妈在身边 只好扮演起管家阿四的角色 喂 干嘛 喂 喂 了解我无懈可击 怎么可能输给你 啊 想干嘛 我知道她最害怕南瓜的味道 所以故意学做了南瓜饼来处罚她 这就是我对你的惩罚 走吧 结果呢 结果阿四就再也不愿意回家了 后来连我们家的佣人都每天吃南瓜饼 我现在看到南瓜 我就全身起疹子 这跟厨艺大赛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是问题 我们说的是 感觉 感觉 你明白吗 我还不怎么 明白 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感觉 会那么灵敏及内涵吗 又与时俱进 那是因为我常年阅读中国历史 并了解美食 所以当南瓜饼大笛出现的时候 我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赢得比赛 真的假的 我也想要这种feeling 你想想看 现场那些饼还做出来的南瓜饼 一点文化底蕴的味道都没有 不像我 充满了国际级的魅力与风采 所以冠军不是我 还能是谁啊 我也要向庄姐看齐 当然 现在有没有信心 多谢庄姐的指点 我会更加努力的 很好 来 先把这本诗经读完 读完之后 你会有另一番体悟 而且会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嗯